我覺得NCC可以罪掉了 真的外面都喜歡講一句話 叫NCC是張希希 我認為是NCC是張希希的好幾次方 平方、三方、四方都不只 NCC特別是主委 真的心目中只有政治 沒有新聞自由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怎麼打壓中天新聞台 怎麼關掉昨天新聞台 用這樣的標準來看現在 想盡辦法讓進電視可以上架 完全就是先射箭再畫靶 大大地地的 陳耀祥教授、陳耀祥主委 虧你還是教授 我本身是教授出身的 我覺得教授以你為此 你可以為了當官出賣自己的靈魂 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很可悲啊 今天進電視這麼短的時間 換了五個董事長 你還敢一腿要白骨啊 說這是公私治理啊 當初你關中天新聞台 為什麼不要講公私治理 為什麼不要講公私治理 可以這樣做嗎 你好歹是教授出身耶 教授什麼沒有 風骨有啦 我在這裡 當立委當20年 好歹無堅持 我也是教授出身 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 很清楚 但是我們看到遺憾的 陳曉雄主委 你沒有地方可以升官了啦 給自己完結保留一點點啦 一點點隔掉你毫不隔掉 真的我覺得很可悲啊 今天看到進電視 要再換董事長 居然還可以跟他上架 作詞的外界的傳言 那就是因為民進黨某個派系 要進電視啊 因為其他派系都有電視啊 所以他一定要派系平衡啊 今天NCC是為了 民進黨派系的平衡 而做了這些事情啊 悲哀在這裡啊 我知道 陳主委一副 吊嚷噹理得不理 反正罵你 讓你罵幾分鐘罵你就沒事了 我知道 因為你這樣的立法院 民進黨的多數暴力 為所欲為啊 各位 媒體何很重要 對於民主國家 他是第四權啊 請問現在有第四權嗎 有第四權嗎 現在幾乎除了電視台幾乎都拼綠啦 除了一兩家少數的 而且戰戰兢兢啊 隨時被NCC修理啊 所以NCC是現代的新聞工廠 一定都不會過啊 專門修理非力的言論啊 專門幹這種事啊 很丟臉啊 我們當初NCC成立的時候 我就當立法委員了 我們是參照美國的FCC啊 人家超懶地位 你有獨立嗎 陳廖雄你有獨立嗎 一點都不獨立啊 仰賴蔡英文的脾氣 今天的今天事已經有人說了 因為英系要這個電視台 雖然總統府否定了 否認了 可是外界這樣會輸會贏 你的一騎一動 就是外界質疑的 不管怎麼樣就是給他上架 不管如何就是要給NCC 就是要給這個禁定意識上架 答案就這麼簡單嘛 不管如何就是把中天幹掉 中天全部都要幹掉 大家看得到嗎 為什麼 因為中立新聞台 顏色不偏綠 他的顏色不偏綠 新聞可貴了就第四權 美國每個台都有立場 CNN 偏民主黨 FOX 偏共和黨 大家都知道沒關係 fine 可是對新聞的報導是公正的 新聞是什麼 然後他給一下comment 他的comment可以有立場 今天不是耶 今天我們的新聞 只要你太多是非綠色的 NCC就開始打壓了 配合國安單位 配合情勢單位 配合警調單位 開始來跟你囉囉嗦嗦說一堆 然後現在就真的像林又昌這樣子 台灣的老百姓 跟藍立澤有接觸 要隔離十天 他說他三天很偉大 後來被修理了才變十天 就變成真的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已經是 只要你是綠色的人 你什麼都能 如果不是你什麼都不能 這個在其他事情我們也一見 但是在NCC這裡 我覺得炫耀NCC 可恥 NCC的委員們 真的很多教授出身 我奉勸大家 辭職來向陳耀祥抗議 真的你們可以辭職的 NCC這樣搞到今天這個天地 我很難過 當初NCC成立的時候 我不知道雷倩委員在不在 我們那時候要弄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用政黨比例 用政黨比例 還被民進黨去告 說是違憲 才搞成變成這個樣子 以前是 以前是政黨比例 現在變成是 直接 政府提名了 當然體力是 小心喔 天理自由公道 會反噬啊 真的 陳耀祥 大家要記住 破壞新聞自由的 最大快使所叫陳耀祥 真正向政治力屈服的 叫陳耀祥 現昂陳耀祥